哈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玩这个小小英雄战二 来先看一下刚开始啊 刚开始有一个前奏 这是魔王尼德霍格 他说啊来得好 我正在等待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的话 我将我的世界非你一半 哇这么霸气啊 不过魔王好像都是坏人 你像我这么正直的一个人 肯定不会被魔王所蛊惑对吧 来魔王又说了 你不说话的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哇他竟然跟我来霸王手款 小伙伴们你说这霸王手款我能忍 这必不可能了 对一个办法怎么办 干他 然后的话我们进到这个系统引导一面 然后引导告诉我们说是魔王这个霍格 然后的话他带领着黑暗 然后去对抗我们的光明 然后我这作为一个主流工 我就是代表光明的一面 然后我要干倒这黑暗势力 刚出来我是一级拿着一个小木剑 小木剑 系统引导说让我去砍这个小骷髅罐 哇做得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的加入黑暗势力的 这也没有选择呀 我也只能加入那个光明的一面 哇好疼啊 有没有技能啊 来攻击 随机一名造成百分之二百二的伤害 哇他还在洗血呢 哎你们看这个角色 他像不像那个植物大丹僵尸里面的僵尸 死了以后还有那个墓碑 这游戏是不是模仿那个墓碑 模仿那个植物大丹僵尸做的呀 他让我喝药 来喝喝药 恢复满满的能量吧 哦 现在要干这个首领了 首领满血 我残血 来吃我一斤 来 重击二百一 这么简单 胜利了 我还升级了 获得了一个属性点 这属性点可以增加力量 敏捷 智力 耐力 这就是我们之前玩的那个卡牌游戏 获得奖励 技能卡 哦 又是引导 然后说要打败这个控制的黑暗世界 我们就先跳过这个引导界面 回到我们的正常游戏啊 没关系 吧 一点